嫁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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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感謝 我跟妳的結婚了 感謝 哭妮的真好人 感謝感謝感謝 我本來以為 這位都請不到老婆 真的 我自己打手槍打到那麼多人 現在終於有老婆幫忙打 感覺不錯 結婚別再壞掉水 結婚就是人家都會聽 弄防花束葉 弄弄的故事 是 想當年了 我們第一次 喂 結婚大家都很愛看 新娘跟新娘 小時候的照片 小時候照片 對啦 千多三二個 一定要看啊 跟現在一樣啊 我從小就是一表人才 像貓堂堂的 這麼高難 你們相信嗎 相信 就只看我水而已 不算了 不算 人家來看我的照片 好 我會看 有看到嗎 很可愛嗎 很可愛嗎 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啦 不相信 現在這麼漂亮 小時候 喔~~ 抱子頭 我很期待耶 進來看 進來看 好熱 啦啦啦 啦啦啦啦 我聽到了 Typically到十八 TIME啦 以前眼鏡 怎麼那麼膽啊 膽到後腦筱去了耶 厚 阿О 講我以前是 當眼皮 現在怎麼會變爽眼皮耶 就有一次去了韓國 回來就變這樣了 khlat 我比較好奇 大人就大家要這樣 大人的名字咧 我大人也沒有比兩招惠 好好好 我比較好奇 你們私底下也像螢幕一樣這麼歡樂嗎 當然不歡樂啊 我私底下有氣質的 你不知道嗎 什麼 算在刺繡啦 研讀四書五經啦 哇 走氣質路線的啦 你現在啦 一直說不準啦 我們要聽聽身邊最親的親朋好友是怎麼說的 哎唷 先看信仰的好了啦 我沒什麼講話 我做人真心棒 有事自知名啦 那我們來先看看信仰的親朋好友是怎麼說的 請看 我們佩姐齁 從年輕的 從小時候啦 就是 就很乖 很乖巧 讀書什麼都不用操心 佩姐從小就很乖 很聽話 也不用我怎麼煩惱 很乖巧 很懂事 從小到大家今天都很照顧我 不管是在功課上面還是在生活上面 我覺得李培姐呢 她在我的心目中她是非常貼心 然後非常散解人一個 很可愛 然後很真誠的人 她就是一個小朋友啊 然後很需要人家照顧 散解人也很會為人著想的小蜜蜜蛋 看起來像一個小朋友 但是呢 其實她是很有想法的小女人 很貼心 很照顧朋友的人 很勇於追求夢想的人 小姐她雖然長得比較嬌小 可是我覺得她心思這樣很爽細膩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內柱 也是一個很好的砍手 哎唷 美麥美麥 都沒有了耶 都沒有了耶 做人很成功喔 你娶到一個好老婆啦 當然 精挑細拳啦 我看你就好了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不要不要看你的啦 她都走得多了 不要緊張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健保好友對新郎是怎麼說的 她當朋友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超好笑 重蜜氣 對 而且我另分享 但是當同事呢 Gi 就是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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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選擇 要求很細 簡而言之呢就是 Gi 就是Gi 我覺得她是蠻細心用心的 但真的蠻龜毛的 極度負責任 所以會很龜毛 就是一個追很健康 規模很機車的人 愛人小欸 很吵 很吵 就是很吵 真的很吵 一開始是我的偶像 因為我想說 欸是XXXX 然後後來發現她真的蠻奇怪的 哈哈 嗯 妳是在電動啦 中間中間 車都有一隻腳啦 沒有啦 沒有啦 車都有一隻腳啦 不熟 不熟 大家都不熟 哪裡熟的朋友 家人啦 放我家人啦 我眼中我眼中家人有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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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很多優點 唯一的缺點就是 優點太多 他是一個非常會照顧弟弟妹妹的一個大哥哥 也非常的愛家 從小到大他就很照顧我們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笑很幽默風趣的人 所以我們相處起來完全不像差了18歲 而是差了兩三歲的兄弟 他是很乖的小孩 然後小時候他給小 然後就是很會恰氣 可是都怪一天 他現在長大 然後有點小小的成就 感謝大家網友的支持 我是覺得他是我們蔡家的驕傲 不要了 快 有了 懂事 家人嚴重的阿哥不是阿姨 阿米是摔多少紅包補他們啊 開玩笑 這紅包前阿嬤那麼Q彥 當然要是好啊 開玩笑的吧 今天這麼歡樂 我們還是有感性的媽 要對你們兩位來說 這些人準備要說人話 我剛才說什麼意思啊 欸不是啦 你結婚總算給你面子喔 真的好感性喔 你等一下就不要清楚 在通俗羅斯 真的喔 好感人喔 來那我們來看看 君同朋友要被路說的 祝福的話 我也讓我操心的時候 就是有一件事喔 他從小就是說 他以後結婚的對象 就是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 就是要比爸爸帥 第二 要比爸爸更愛他 然後我從那時候 我就一直開始煩惱 這種人去哪裡找 肯定是交不出去 還好 還好我會老 我沒有當年那麼帥 他找到了 現在 還有找到 蔡宇佳比我更愛 李佩傑的 真的很高興 但是也是很捨不得 18歲就要結婚了 真的是很捨不得 希望他們喔 以後就是 好好相處 好 然後如果 有小孩喔 那我們帶一下 拜託拜託 今天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他們兩個夫妻 好好的生活 快快樂樂 作為媽媽的 我就很高興的 像爸爸剛剛講的 趕快生一個小孩子 讓他帶 是爸爸要帶喔 不是媽媽要帶 要搞清楚 最後祝福他們兩個 永遠 幸福快樂 生活美滿 恩愛 一輩子 蔡宇佳要好好照顧 我的女兒 知道嗎 祝他們 快快樂樂 平平安安 幸福美滿 很開心 她可以選到一個 很好的紅色 讓她這樣 可以白頭洗老 那種幸福的日子 今天也很開心 她終於要嫁了 趕快嫁出去 不管她未來嫁怎樣 姐姐 家裡 有我家 不管我媽媽在不在 以後我家 一定會有一間妳的房間 讓妳回來 誰敢 的地方住 希望姐姐結婚之後的生活 可以 過得很幸福 也活得很開心 然後最後祝姐姐結婚快樂 哥哥姐姐 你們一定要幸福喔 一定要 躺回家喔 就躺回家喔 只能說蔡先生 真的是上輩子 稍微好像 一定 要好好照顧她 希望你們永遠幸福 趕快成個小嘎嘎 跟你健康 真的要進去看看 然後要幸福 因為 李沛姐也可以算是 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個 很重要的靈魂人物 所以看到她就是 走了這麼多糟呢 最後還是跟她的初戀 就是 完成了終身大事 所以我覺得 非常的祝福她們 然後希望她們可以 永遠開開心心 然後快快樂樂 請她們繼續好笑下去 再跟我們大家娛樂 一切幸福美滿 她們兩個要好好相處 然後互相愛對方 然後祝她們永遠都幸福 耶 蔡先生 你終於要結婚了 一定要幸福喔 李沛你真的太偉大了 謝謝你 很祝福她們 然後看她們兩個都滿開心的 也很好 恭喜蔡有家 娶到一個良家婦女 希望她們 長長久久 天天祕密相處一輩子 因為畢竟 國包的紅包也真的滿大的 你看 各十百千萬 希望她們可以 不要辜負我的好意啦 我大概在18歲的時候 就聽說 李北這個人 所以 十年過後 我又聽到她要即將跟李北 結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非常的感到開心 我祝福你們 阿嘎 李北 阿樂Fu 就是希望你們兩個 能夠早晨會子 好讓我能夠趕快 報一見之仇 因為啊 蔡有家總是教我兒子 一些國系上的東西 唉 我們看 當事先生說吧 黃許 蔡有家都教你什麼 半鬼臉喔 還有咧 哇 鼻屎 然後咧 那你有什麼話想跟蔡有家講 祝你生日快樂 是生日快樂嗎 祝你結婚快樂 想當年 小潔還沒從澳洲回來的時候 幫他買中餐 幫他帶晚餐回家 陪著他看日劇 一起宅在家的 就是我 但因為小潔回來了 我就先暫時把阿嘎讓給他 但沒關係 就是 我會拔著 開回家一輩子的 我不會放棄他的 如果他們兩天非常開心的 生活下去就好了 在這裡 希望你的父親 能夠分身的太太 互相包容 互相體諒 哥哥你要好好珍惜大嫂 因為你再也找不到 別人更愛你的人了 你們一定要幸福喔 吃可樂 步步高生 勿忘我 我祝母小潔跟我們回家 白頭歇老 勇於愛河 幸福一輩子喔 一定要快樂 要幸福 早生貴族 不像這個地方 我會人家做阿祖 人家叫小潔 生幾個小子 我做阿祖 要生幾個 兩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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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生 洗兩個 不然一年生兩個 不然一年生兩個 不然生一個 老年生一個 老年生一個 老年我還要讀 家庭好 最好 阿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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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動啊 真的很感人 大家做誠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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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感恩 感謝 總共一句話 大家都問你們 什麼時候生 不如說你就在這面 跟大家說你們 什麼時候要生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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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不會說 在外面 在外面 待會兒你這個喜事 冰山之類 沒有那麼大事 好啦 講真的啦 認識你這麼久 看你節目我就很感動 你要講人話了嗎 有一些內心話 我還是要說 好啦 說先好話 不要開玩笑 很認真 認真 那個婚姻啊 真的是很難維持 我也是過來了 這樣啊 現在兩隊就很被離婚了 你們自己好自為之 你這麼離婚 我打開玩笑 我打開玩笑 我現在妳算是在家不給她 我打開玩笑 我打開玩笑 不要打開玩笑 我打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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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了 你還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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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祝福 謝謝 下次有機會 要再來參加我的婚禮 沒有下次 今天很高興 祝你們蔡阿嘎還有她的未來未溫期小姐 祝福你們新的一半 希望你們的早生會死 然後一個圓滿的、很好的姻緣 走一輩子長長久久 不管生多長的小孩子 也希望你們有好的未來、好的發展 或許是以後你們的小孩子能打棒球 或是以後你們的小孩子有背後交到 那誠心的祝福你們 祝福你們